新入谷有啥经理长 新入谷说实话 阿比戴已经是我的女朋友了 但是呢 我还在研究怎么跟她结婚 是不是很厉害 我本来打算不说的 我打算直接给你们看 她已经住在我家的样子 怎么 大家可以跟我说 还没结婚呢 还没成呢 还没成呢 海莉 因为海莉说 为什么 因为海莉不能理解 我为什么天天穿一件衣服 拜托 她自己也天天穿了一件衣服 好不好 她为什么能说我呢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有想过 然后 就是要表白的时候 必须要有一份鲜花 要去买一份鲜花 我当时还在纠结给谁 没有 等我跟她结婚了 我再给你们看 我再告诉你们 本来想着 要是我不小心把她玩失败了 然后哪天惹到她了 她会不会就 就是 让我很丢人 海莉加柳凤人 哦 我想起来了 我给海莉 你要盖海莉的黄水仙 我给她了什么 我给她了我的农作物 我辛辛苦苦 我种田 我种三天 我种出来一颗 一颗什么植物 一个菜 蔬菜 我的天哪 我种了三天 我送给她 她跟我说 这是什么愚蠢的礼物 哎 不爱就别伤害 好吗 不是防蜂草 防蜂草前一年就有了 啊 防蜂草是种的吗 我忘记我种的什么了 去阿比盖 阿比盖喜欢挖矿 阿比盖是个很有礼貌的人 我玩游戏是为了 让自己开心的 不是来找一个 让我很无语的人 所以我就放弃了海莉 就是啊 而且我这么喜欢吃蔬菜 如果说我去找海莉玩 我跟海莉做朋友 对 如果最后真的成为了 很好的朋友 住在家里的朋友的话 她无法接受 我爱吃蔬菜这件事情 那后悔都来不及了 还没呢 还没呢 还没成呢 这件事还没成呢 所以我就是在纠结 要不要告诉你们 阿比盖的情况 她经常帮她妈妈做家务 帮她们家里人 做饭 她可乖了 我每天早上去 去那个 她爸爸店里面买种子 就是她爸爸是那个 卖种子的店 她爸爸是一个 卖种子的 然后开了个店 然后呢 就她们家 就是怎么说呢 就她们家是住在店里面的 所以说我去 那个店里面的时候 就能看到她们家的状态 然后呢 因为我跟她是朋友 我就可以去她家里 对 叫皮埃尔 然后我就可以进入那个 阿比盖尔的房间 找她聊聊天 然后她每天都会夸我 发型很酷 阿比盖尔漂亮吗 我觉得她挺善良的 主要是善良了 怎么了 我在聊我的好朋友 我在聊 就是我挑选朋友的这个 这个就是平时的标准 就一定要是爱吃蔬菜的 我跟她聊 就是聊了很多 还经历过 她跟自己家里人吵架 但是我不能说 因为家丑不可以万一样 就是我看到她跟她爸爸 吵架 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到过 但我不能帮她说出来 我要给我的阿比盖尔 阿比盖尔一个面子 对 可惜阿比盖尔不会跳舞 我这么喜欢跳舞 阿比盖尔不爱跳舞 但是这一点我能忍啊 海莉很漂亮 对 海莉发色特别漂亮 但阿比盖尔是紫色的头发 主要是海莉 是我以前想要染的那种发色 主要之前我就认识海莉 还没遇到阿比盖尔呢 还可以开个外观 这个不行吧 这个游戏很老了 我还有期待这个游戏 能不能出个二 应该不会了 我都想 都想去写封信给这个创始 其实感谢她 创造了一个这么有趣 有意思的游戏 有外观 那不太好吧 这样子的话 阿比盖尔会不会难过呢 但是我就想着如果说之后玩了 就是玩到一个人生的差不多目标都已经达成了情况下 会不会很无趣了这个游戏 我比较喜欢这种 这种怎么说呢 可以自己主导人生 主导自己方向的游戏 带到后来 后来好像就玩 玩到了这种场合 模拟人生 我没有电脑 我也想 我也想玩 还可以离婚 真的假的 谢谢卖鸡蛋的阿比盖尔的业力 卖鸡蛋的是叫 叫什么历来着 穿着粉色衣服的 而且我发现她好像不是卖鸡蛋 她是卖鸡蛋的女儿 就是卖鸡蛋的那个老板的女儿 老板娘的女儿 她叫什么 她叫 叫 啊什么什么 啊叫克洛 啊 我不记得了 三个记得好像是 啊那个人头发是粉色的 很可爱 很漂亮 就是很 很乖巧的感觉 我在说的是牧场乌鱼 牧场乌鱼